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9日 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8日飛帝中國訪問 希望避免誤判 但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於視著美中關係解凍的難度加大 有學者認為中共跌入自己劃下的中美冷戰陷阱 在這條軌道上走下去 蘇聯就是前居之鑑 而中美冷戰教局固定化 就是習近平所說驚濤蟹浪的根本 布林肯在訪華前夕對媒體說 希望避免誤判 重啟對話 這句話暗示美中關係緊張得需要採取措施 避免發生不測的地步 中美關係已經極其緊張 自拜登擔任總統而來 幾乎沒有緩和的機會 2月份發生的氣球事件 導致布林肯推遲訪華 當布林肯確定訪華日期後 媒體又截連爆出幾件大事 一是中共在古巴建立間諜基地 二是最新爆出的新冠數源報告指出 新冠0號病人是3名中國人 他們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 這些事件都為布林肯訪華蒙上了陰影 亦預示著美中關係解凍的可能性不大 各界對布林肯訪華期望值並不高 而布林肯對此行定調位 避免與北京誤判 顯然是一個很現實的底線 布林肯星期五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訪華的目的是為了 打開直接的溝通渠道 以便我們兩國能夠負責任地處理我們的關係 包括解決某些挑戰和誤解 避免誤判 布林肯再次重新美國的關切重心 激烈的競爭需要緊張的外交 以確保他不會變成對抗或衝突 同時布林肯此行亦不輕鬆 對於布林肯訪華 北京之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 布林肯18號飛打北京時 到場接機的 只有美國大使和中共的北美及 大洋洲司司長楊濤 場面略顯寒酸 同時中共亦不斷高調放華 星期五較早前 中共外交部長發言人汪文斌稱 美方不要幻想從實力地位出發 和中國打交道 這句話在上次中美阿拉斯加失敗的對談中 中方高官楊潔篪和王毅 就曾經以同樣的話語警告過美方 而中共所作所為 只會為已經冰冷的美中關係再潑冷水 中國經濟學家程曉農博士 在自由亞洲站文指出 中共陷入了一個綜合性危機的陷阱 而這個陷阱就是中美關係正式 全面進入冷戰的軌道 在這條軌道上走下去 蘇聯就是前驅之鑑 而中共找不出爬出陷阱的辦法 這就是習近平焦慮 驚濤海浪的原因 程曉農分析說 習近平原來以為 他可以在推行對外霸權的道路上 一路硬衝 逼美國就犯 讓中共實現崛起 但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將中美軍事上的冷戰式對抗 延伸到外交和高科技層面 而一旦中美對抗被鎖定到高科技層面 中美冷戰就最後被塑造成 標準的全面冷戰了 中共因此也就無法退出 程曉農指出 習近平跌進去的這個陷阱 其實是他自己說出來的 他現在綜合評估中共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 發現中共已經進入了可能發生最壞情況的狀態 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在國家安全會議上說的風高浪急 甚至驚濤海浪 他認為紅色大國質疑要挑戰美國 有兩個原因 第一 共產黨政權認定 他的專制政權有戰勝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優勢 第二 共產黨政權錯誤地低估美國的制度潛力 他舉例說 蘇聯90年代的意識形態主管 蘇斯羅夫說過 美國正深陷自己體制導致的不可救藥之危機中 習近平幾年前提出的東升西降倫 和蘇斯羅夫的意思一樣 程曉農在文章的最後指 美蘇冷戰的最後結果是蘇共死亡了 蘇聯也消失了 這個時候美蘇冷戰也自然終結了 中美冷戰的結果是什麼呢? 習近平現在的焦慮好像被出了部分答案 中共和金磚國家共同成立的新開發銀行 原來想重數國際金融 減少開發中國家對美元融資的依賴 估不到該銀行的運作 目前卻因為缺乏美元 而可能陷入癱瘓 變成僵屍銀行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巴西、俄羅斯、印度 以及南非領袖在2015年成立新開發銀行 總部置於上海 熟悉財務檢查及該銀行的知情人士透露 新開發銀行目前幾乎停止發放新貸款 並且在籌集美元資金 以償還債務方面遭遇困難 據了解 新開發銀行是中國的兩家多邊銀行之一 另一家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簡稱亞投行 也在本周因為前加拿大籍公關主管 指控其業務被中共控制而陷入公關危機 據報導 亞投行以及新開發銀行的成立 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減少開發中國家 對美元融資的依賴 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替代方案 有助於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發展提供資金 亞投行的運作規模比新開發銀行大得多 包括英國和加拿大等一百多個成員 過去新開發銀行曾有過不錯的表現 但現在因為在籌集美元資金償還債務方面遇到困難 幾乎停止新的貸款 原因是新開發銀行的成員 發現指依賴中國的銀行和資本市場有困難 於是開始從華爾街等處 籌集數十億以美元計價的借款 佔借款總額的三分之二 但這樣恰好和降低對美元依賴的初中雙矛盾 近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華爾街對貸款給這間由俄羅斯和中共 持有近四成股份的銀行持謹慎態度 這樣使得新開發銀行 不得不承擔攀升的債務 以償還救債 並維持自身資金的流動 之前人士透露新開發銀行為了增加手中籌碼 正在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洪都拉斯談判 希望他們加入成為成員 但目前無跡象顯示 新開發銀行與沙特阿拉伯 或其他國家的談判會導致大量資金注入 中共自己也不願意投入更多資金 來增加新開發銀行的財源 這樣讓新開發銀行陷入泥潭 旅居日本的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近日延伸杭州 亮相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決賽 消息衝上微博熱手 淺蓋 他在日本講學的照片 也在大陸網絡上流傳 但仍有學者認為 馬雲雖然高調出鏡 但仍然無脫離危險 除非一事發生 否則結局可能會很悲慘 據陸媒報導 阿里全球數學競賽決賽開始前 馬雲來到杭州現場觀賽 了解決賽情況 並與參賽選手 明提老師網上交流 暢談數學 同時 大陸網上還流傳著一組 馬雲在東京大學講學的照片 擔任客座教授的馬雲在會上發言 並與來自日本、中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的學生 進行了兩個多小事的交流討論 馬雲這兩次延伸 都得到了六媒的廣泛報導 外界普遍認為 在中國經濟復甦罰力的情況下 北京當局欲借馬雲回國 提振民間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旅居德國的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長平 陳讚文指出 中國媒體對馬雲回國高調報導 但幾乎都不能向讀者解釋 他為什麼出國 隨後中共監管機構和官員 開始限制馬雲龐大的金融帝國 叫停了即將到來的螞蟻集團的IPO 馬雲也就此從公眾視線中消失 之後傳出馬雲周遊世界各地 長平表示即使馬雲沒有發出上述言論 也難保平安無事 因為領導震怒只是表面現象 背後是專制理性 專制理性告訴當權者 絕不允許民營企業一家獨大 所有資本都要控制在政府手中 所有壟斷企業都必須是各有企業 在紐約從事資本管理近30年的華人投資專家姚莫 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私營老闆處境艱難 他們既要面對來自歐美競爭對手的強勁競爭 還要應對通脹 還要應對全球惡劣的經濟環境 還要考慮到自身是否安全 在一年多的運游後 今年3月馬雲回國 緊接著他的阿里巴巴商業帝國被拆分為6個子公司 著名作家資深出版人顏順鉤表示 馬雲出國不是自願 回國也不是自願 都是形勢所迫 身不由己 長平表示 馬雲在出國前 對當局的批評是非常到位的 不僅中國金融 整個中國經濟都基本上沒有系統制度建設 對於這樣的經濟 不要說一個馬雲回國 好像1949年前後那樣 那麼多個馬雲一起回國 也不能刺激出經濟發展 而只能刺激出反右勞改農場和心機梗塞 要建立經濟系統 首先要解決的是馬雲出國的問題 日經亞洲引述研究中國金融市場的 亞洲分析專家侯偉的評論說 對於中國民營企業來說 馬雲回國無關緊要 因為它已經被擊敗 國家贏了 馬雲失去了控制 權力、財富 這些都拿不回了 顏順糕指出 中共只講利益不能講交情 一天還有利用價值 一天都是安全的 一天失去利用價值 就天天都有危險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展開訪華行程的前一天 總統拜登表示 他希望在未來幾個月內 與習近平再次會面 討論美中之間的分歧 6月17日 拜登在登上空軍1日 前往輝城發表演講之前 告訴記者 我希望在接下來幾個月內 將再次與習近平會面 討論我們之間存在的合理分歧 但也討論如何在一些領域進行合作 拜登發表上述言論正值布林肯訪華前夕 在6月18日至19日訪華行程中 預計布林肯將與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會面 他還可能與習近平會面 布林肯的訪華之行 原定在2月舉行 但在臨行前 中共間諜氣球出現在美國上空 從而引發美中一場輿論熱戰 布林肯最終取消了那次行程 拜登在星期六淡化了間諜氣球事件 他暗示對於今年2月被美國擊落的中共間諜氣球事件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不清楚細節 拜登說他不認為 中共領導曾當時知道那個氣球的位置 也不知道氣球內有什麼 以及發生了什麼 拜登還說他認為 中共領導曾不知情 要被故意發射氣球進入美國更尷尬 國會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勞勒 對於拜登有關中共領導人 對間諜氣球不知情的言論表示不滿 勞勒告訴《紐約郵報》 這不僅僅是故意的 而且是對我們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 中國是我們最大的地緣政治敵人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的理由之一 是要將烏克蘭去軍事化 俄國總統府發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 這個目標已經達成 理由是烏克蘭的國產武器系統基本上被摧毀了 而在俄羅斯佔領的港口城市 海尼切斯克附近的一個重要彈藥庫被烏軍摧毀了 俄國總統府發言人17日接受俄國媒體專訪時說 在特別軍事行動剛剛開始的時候 烏克蘭高度軍事化 俄國揮軍烏克蘭目標之一 是要將烏克蘭去軍事化 他聲稱歷經一年多的行動 將烏克蘭去軍事化的目標大底上可以宣告達成了 因為俄軍基本上已經摧毀烏克蘭的國產武器系統 現在烏克蘭使用的大多數是西方提供的武器 俄羅斯今天阿拉伯廣播電台報導指出 烏克蘭的大部分武器庫 最初由蘇聯時代的武器系統及其升級版本組成 然而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向機庫提供現代裝備 包括重型坦克、反裝甲和防空導彈、無人機、 多管火箭炮和榴彈炮 有報導認為俄方去軍事化目標達成的理由 讓人提笑皆非只是在找落臺街 但如今戰爭進入第480日 俄軍仍然在第十幾天取得的土地上與烏軍對峙 並不時被烏軍突破防線 各股勢力介入調停 呼籲停戰乃至終結這場戰爭 此際俄羅斯總統府放出烏克蘭去軍事化目標達成的說詞 用意值得觀察 但烏克蘭方面沒有客氣 烏克蘭奧德薩州軍政總署發言人布拉·楚克 18日表示 烏軍摧毀了南布克爾從地區被俄羅斯佔領的港口城市 海尼切斯克附近的一個重要彈藥庫 他同時提及 烏軍當日上午臨時佔領了該地區的一個村莊 進行了一次猛烈的攻擊 是非常響亮的打擊 推特和Telegram流傳的影片顯示 該地附近伴隨著爆炸聲 並燃起了大火和濃煙 大量彈藥被引爆 爆炸持續了幾小時 烏克蘭正在對俄羅斯軍隊發起反攻 CNN分析說 截至目前 烏軍反攻給人感覺是更大範圍行動的前奏 到目前為止 反攻行動在雜波羅爾等南部地區取得一定進展 該地區被視為烏克蘭的一個主要目標 因為這樣將會意味著打破俄羅斯 在克里米亞和東部頓列茨克之間的六橋 烏克蘭試圖在不同方向牽制俄軍 並試圖找出敵人可能存在的漏洞 烏克蘭總統擇聯斯基辦公室主任的顧問 波多利亞克說 第一個目標是盡可能多地消滅俄羅斯徵召部隊 增加對俄羅斯軍隊的心理施壓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